喂 是超市吧 對 我是來應聘的 不是說今天面試嗎 在哪兒 店長辦公室 好嘞 我在那兒等著 店長辦公室 喂 我是店長 什麼 小偷抓著了 太好了 關在我辦公室呢 報警了沒有 警察馬上就到 小偷什麼呀 運動服 斜跨包 黃頭髮 好嘞 我先審審他 就是他 運動服 斜跨包 黃頭髮 這位沒頭髮呀 找個工作真不容易 我去了好幾個地方 人家說我不行 說形象不好 頭髮太險惡 你說當個搬運工 跟頭髮有什麼關係 沒辦法 找人借了個頭套 戴上飾 也不知道戴上什麼樣 要不然待會兒 店長進來 一下發現了多丟人 待會兒去 別動 站著別動 不是大哥你聽我解釋 你還有什麼好解釋的 膽兒不小啊你 大哥您是店長吧 我看你小牌牌 別動 往後這 大哥可把你判來了 我跟你說吧 我這條小命 就掌握在你的手裡了 我是去是流 就聽您一句話了 嘴都挺甜 大哥你吃糖 你少來這套往後張 站起來 我自己什麼身份不知道啊 我什麼身份 哦對了 你小的長得挺壯啊 那可不 只有身體好才能工作好 大哥我不但身體好 我幹活還麻利 就你污這點東西 五分鐘之內我給你搬光了 這桌子抬起來就走 別動 放下 往後站 站好了 我說你這麼大個個子 幹點啥不好啊 非幹這個 家裡窮 沒上過幾天學 只能幹這個 三百六十行 你幹哪行不行 非幹這一行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狀元呢 我不覺得幹這行丟人 大哥 大哥咱憑本事吃飯嘛 就這本事啊 啊 你前兩天吧 我和我幾個同鄉 還有夥伴 我們就去了一趟 你等會兒 同鄉夥伴 啊 你直接說同伙不就完了嗎 那也行 這前兩天我和我幾個同伙 同伙 走那個 都幹什麼了 啊 我們去了五家超市都沒有成功 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 我把人嚇著了 於是今天我讓他們在家等著 我一個人獨自上您這兒來試試 不是你踩點兒來了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太猖狂了你 坐下 坐好了 我告訴你吧 我一進門就看出來了 你就是幹這一行的人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 哎呀 幹這一行幾年了 五年 五年 老手了 積累了很多經驗唄 也不能說積累了很多經驗 但是也是身經百戰呢 都在哪幹過 我在賓館 飯店工廠 KTV幼兒園 你連小孩都不放過啊 啊 那後來我就不幹了 為什麼呀 這幼兒園有一個毛病 嗯 小孩要午睡 幹什麼不能有動靜 一有動靜嘛小孩就哭 小孩哭還傳染 一個哭全都哭 哇哇的沒法下手 但是後來吧 我發現超市好幹 我一幹就是三年 一家超市就幹了三年 人家就沒發現你 各幹各的誰發現誰呀 不另外我跟你說了嗎 我手腳麻利動作快 沒等他發現的我幹完了 他們還選我當頭呢 那後來呢 後來幹得好好的 超市倒閉了 就你這麼個幹法 他沒法不倒閉 不 又過了兩天 這超市又開業了 那你沒回去接著幹呢 沒有 幹我們這行有個規矩 好馬不吃回頭草 我們沒回去 但又過兩天吧 有一個同夥說 他們貼出告示讓我們回去 那是通雞你們呢 對通知我們回去 通雞 啊 通雞 店長你是廣東人吧 什麼 我去過你們那 你們那人特別有意思 管通知就叫通雞了 啊 你姓什麼 我姓好 你怎麼能姓好呢 我爹就姓好 你叫什麼 我叫好德壽 德道德的德壽 常壽的壽 好德壽 你乾脆叫好德壽 不就完了嗎 好德壽 哪有叫正面 多大歲數了 我有簡歷 看你們這一行出來 還帶著簡歷啊 那可不 現在幹什麼都有簡歷 那這麼說你們也經過 崗位培訓咯 對 不經過崗位培訓 我怎麼能夠好德壽 我 我真服了你 哎呀 你還真叫好德壽 你按什麼按啊 我還是那句話 你這麼大個個子 幹點啥不行啊 非幹這個 店長 嗯 我有一個夢想 哎呀 你還有個夢想 嗯 這個夢想雖然很遙遠 但是壹旦要是實現了 前輩 你前輩 我們的一家子 我說你精神病啊 快說 我就想用我心情的雙手 在你這兒好好幹 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 看一下自己的超市 你給我留點兒行嗎 不 不想當將軍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大哥 你讓我在你店裡大幹一場 大顯身手吧 呸 你不要臉 你有所好賢賊沒書眼 靜乾偷雞摸狗的事 你早就應該被抓 啊誰不要臉啊 誰賊沒書眼 我幹什麼了被抓 你不說清楚我跟你沒完 哎呀你還給我來勁了 煩了你了啊 這是什麼 是吧 作案工具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告訴你吧 一看你就不是個好人 誰 你 你再說一遍 你不是個好人 你再說三遍 你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不是好人 你幹什麼 你再說十遍 你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 喂 你不是個好人 啊對不起我不是說你 我打完電話再說 我等你還有七遍 哎 派出所啊 警察同志 小偷我正審著呢 什麼 小偷在你們那兒呢 那這是個什麼東西啊 我我 好好好好好 我馬上過去 嗯 你接著說 你真是個好人啊 你什麼玩意兒你啊 你是來應聘的吧 啊 不來應聘我上你這兒幹嗎 那你怎麼不說應聘的事呢你 我一直在說應聘的事 小夥子 實在對不起 是這麼回事兒 最近我們店裡老丟東西 小偷就是抓不著 急死我了 哎 今天他正在偷東西的時候 讓群眾把他抓住了 就關在我辦公室裡 等著警察把他帶走了 對啊我看見了警察把他帶走了 哎呀你怎麼不早說呢 你沒問我呀 行了行了啥也別說了 你可以留下了 我留下嗯 你讓我留下我還不幹呢 怎麼呢 就衝你這糊塗店長 你這個店沒什麼希望 我告訴你 我雖然是個搬運工 我搬了那麼多貴重的東西 我一針一線都不動 我雖然很窮 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線和尊嚴 好 好好好 小夥子 你說的太好了 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 我什麼人才 我名字不好聽 我好得手我 哎 你叫好得寿 我好得寿 我有一幫同伙 我們都被通緝了 什麼通緝呀 我正式通知你 看見你就看見他們了 肯定都錯不了 小夥子 留下吧 你能當領導 啊 來來來來來 你在我這兒 完全有可能實現 你當店長的夢想 真的啊 嗯 那你呢 平起平坐嗎 平起平坐 嗯 你給我倒杯水 好嘞 哎沒水了 去 換通水去 好嘞 這是平起平坐嗎 哎哈哈 按照 小夥子 趕緊把你那些同伙 都叫過來吧 好 還同伙啊大哥 對不起 同鄉夥伴 你告訴他們 我全要了 大哥 电照 谢谢你 小儿我自由儿 许配赵家 我和猪儿不认识 我怎能叫他呀 爸 唱个戏呢 你谁呀 还能有谁呀 您儿子呀 哦 这一广长这么高了 这明显比我高一头了 哎呀 这有啥奇怪的 正常人都比您高一头 坐坐坐 少跟我贫嘴啊 平常你也不回来 今儿怎么想起回来呢 爸 我想你 少来这趟 是不是雾霾太大 你走错路了 哎呀 什么走错路了 爸 我今天回来 是想做件事 我就说嘛 没事 你也不可能回来 俗话说得好 黄鼠狼给鸡拜年 肯定就是因为钱 说吧 今天回来准备要多少啊 我不要钱 要命啊 要什么命啊 您真是 哎 你不用找了 屋里没有老太太 回来不要钱 谁信呢 不要钱 他 儿子想吃包子了 爸这就给你和馅儿去 他和什么馅儿啊 来来来 赶紧 把脚放进了 干啥呀 人用叉烧包啊 什么叉烧包啊 洗脚 来来来 洗脚 坐好了 爸 敢动不敢动 不敢动 我敢跑 爸 哎呀 你跑啥呀 爸 赶紧把鞋脱下来 儿子 你太厉害了 你咋知道我把钱藏鞋里了 儿子 五百块钱 就这鞋了 你拿去吧 我不要 嫌少 不是 嫌臭 哎呀 没关系 洗不洗不 晒干了可以花的 爸 你别闹了 赶紧 把袜子脱下来 停 高人呐 你觉得是高人呐 咋了 你咋知道我袜子里 还藏一千块钱呢 啊 别说实话 爸 我家里外的就这一千五了 我都给你 啊 完了 我一分也没有了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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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误会了 爸 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您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吧 是 我明白 你现在发展的越来越不要脸了 你 哎呀 这这这习惯了 爸 你回家给爸揉个尖 从我这拿走三千 你回家给我垂个背 我替你交了一年物业费 今天要给我洗脚 洗完之后准美好啊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家伙连汤带水的 这洗完了 不能跟我要个三万五万的啊 哎呀 爸 您就不能相信我一回吗 不能 来 爸 站起来 看着我的眼睛 请问你眼睛在哪呢 你严肃点 感觉到我的真诚了吗 没有 那就再看一会儿 不能再看了 再看我就吐了 吐了也得看 要么洗脚 要么看着我 那我还是洗脚吧 哎呀 我得先去准备准备 我就不信 用我的颜值征服不了你 爸 干啥啊 啥意思啊 不是 儿子 你要实在想洗的话 你就隔着靴子 洗不洗不得了 不是 不是 你这样洗 我心里比较踏实 这是刷鞋还是洗脚啊 哎呀 意思一下就得了 爸 回来了 他有那么重要 哎呀 你脱了 哎呀 闺女 你回来太是时候了 哥 是你吗 哎呀 我的妈呀 这家多少年没回来了 咋长这么高了呢 别跟我平 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 是 没事你也不会回来呀 我是想给咱爸洗个脚 爸呀 咱家要拆钱了 没听说呀 那我哥平白无故地 给你洗什么脚啊 我也在思考当中呢 定有事 不能让他得逞了啊 哥 你要敢给爸洗脚 我就敢给爸洗澡 便宜 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吧 我占什么便宜了 我给咱爸洗个脚 怎么就占便宜了 哥呀 十五年前 你给咱妈揉回剪 妈的金箱链 就跑大扫脖子上了 十年前 你陪咱爸下象棋 让了咱爸一个居 爸稀里糊涂地 给你换了一辆车 五年前 爸妈的新房刚到手 你激动地请爸妈喝了顿酒 当天爸妈就搬走 你站在门口 你都没挥挥手啊 这事又到五年头上了 你想干啥呀 对 你想干啥呀 干啥呀 洗脚 没看见洗脚盆吗 那不是洗脚盆 那是聚宝盆吧 哎呀 爸 洗脚有罪吗 有罪 我 我有罪 我是犯罪分子行了吧 今天说什么 我也得把这脚给你洗了 爸 你看哈 我哥宁愿承认自己犯罪 也要鸡头白脸给你洗脚 有事儿啊 你这样 你要不咱拿一个月养老金 赌一把试试 赌一把试试 赌一把 去 窗底下有个鞋盒子 那里放着爸的存折给我拿来 不不不 爸 你拿存折赌有点太大了 不是 你刚才分析得非常对 你哥这肯定是贪生什么事儿了 赶紧妈溜了快点 你去让你 我存折什么时候跑你兜里去了 在我这儿 安全点 安全吗 儿子 来 这是爸的存折交给你 你妹妹分析得非常对啊 你肯定是贪生什么事儿了 是不是你回家给爸洗脚 是道别来了 对不 爸 你咋看出来的呀 哎呀 傻子都能看出来啊 八字眉 三角眼 犯罪分子都这脸呢 听爸的 去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吧 哎哟 爸 您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哥 你放心啊 我一定砍住我大嫂 坚决不让她改嫁 你一边待着去 爸 相信我一次好不好啊 我已经重新做人了 你早就该重新做人了 儿子 我只说一句话 相信政府 哎哟 我的妈呀 我没犯罪 我想在有生之年进回校 怎么就这么难呢 有生之年 爸 来来来 你听着我哥刚才说啥了没 说啥了 他说有生之年进回校 这是得觉症了 肯定是晚期啊 不是 儿子 赶紧 赶紧 少话别说了 赶紧跟爸去医院啊 爸 我算是想明白了 他就是在掩盖事实 他肯定是犯罪了 他得觉症了 他没犯罪 他犯罪了 他得觉症了 犯罪了 他得觉症了 你到底是得觉症了还是犯罪了 我是得了觉症以后犯的罪 我得罪谁了 完了 全摊上了 死定了 我怎么就死定了 行了 行了 我也不埋着你们了 实话告诉你们吧 他是这么回事 今天您孙子回家了 非要给我洗个脚 说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洗着洗着我就感动了 我就想啊 三十多年了 我尽管您要钱了 您对我这么好 我一次笑也没进过 我太不是人了 我太没良心了 我太不孝顺了 我今天回家 就想给您洗个脚 静静笑 我会给你洗脚 我看你洗脚 我太没了 好 我太不愿意洗脚 我再来洗脚 我会给你洗脚 我又来洗脚 来 洗吧